哈喽各位小伙伴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S辣条小翔 今天来跟小伙伴分享一下 我们20243月份最新的 永久免费域名的注册跳程 并且我们注册的域名 可以托管到cloudfair 今天就一一来给小伙伴进行注册演示 有需要的小伙伴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首先先来到我们的导航站 然后点击我们的支援博客 这样就来到我们的博客 小伙伴如果找不到链接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视频下方的 简介区或者评论区顶着 然后找到这个域名注册的教程文章 然后我们点击官网 这样我们就来到他的官网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按钮进行这个注册 好我们选择右边的这个选项 这个时候输入一个邮箱 这个邮箱只要可以接收印证码的 任何邮箱都可以啊 然后呢 小马还有一点要注意 一定要开启全局 最好是美国节点 如果不是美国节点的话呢 要确保你的节点是比较干净的 不要是乱七八糟的节点 粘贴上我们的邮箱之后呢 点击下一步 然后输入我们的名字 还有我们的密码 它这个密码的要求呢是有一个特殊符号还有大小写字母以及数字啊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呢我们就勾选他的选项 我们同意他的选项 然后呢还要查看一下 然后点击右下角 然后点击右下角 如果你没查看没有点击右下角呢 有可能是不通过的啊 我们通过 然后下一步 好我们进行这个人机验证一下 好下一步 如果乔曼发现看不懂的话呢 可以直接开启这个翻译 他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要去我们的邮箱查看这个验证连接 我们翻一下 对啊 要去邮箱查看验证一下 好这时候呢 我们就收到他验证邮箱 直接点击他连接进行这个验证就可以了 好我们点击验证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就会让我们输入这个邮箱号 还有我们的密码了 我们同意他的条款 然后人机验证 好然后进行登录 好我们直接点击最下面的这个关闭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添加一个域名 好我们选择这个免费套餐 如果你有钱的话呢 也可以选择前面这个付费套餐 我们选择这个免费的 然后呢在这里就可以输入我们想要的域名了 然后呢再选择我们想要的后缀 然后呢再选择我们想要的后缀 然后在下面这里呢还要设置一个密码 好这些填写完成之后呢我们勾选他的协议 然后进行这个确定 这个过程呢可能会有点久 小伙伴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好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成功了 我们就点击中间的这个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域名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将他托管到 Cloudflare 如果你没有Cloudflare的账号呢可以去注册一下 同样啊他只需要一个可以接收到 验证码的邮箱就可以了 都是可以免费注册的 我们点击第一个选项 然后点击这个DNS 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这两个NS 换成我们Cloudflare的NS就可以了 我们登录我们的Cloudflare 好现在我们我们登录到Cloudflare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添加站点 把我们的刚刚域名输入进来 我们重新回到网站 可以看到这里就是我们的域名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上去 然后点击继续 小伙伴要拉到最下面 选择这个免费版本 然后点击继续 如果小伙伴发现很慢 或者一直没有反应 一定要换一个好的节点 开启全局 这个时候呢 我们直接点击继续 好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两个NS 我们单击复制 然后回到这里 我们点击后面的小笔 小伙伴要看到这后面呢 还有一个小点 我们不要错了 然后把前面的删掉 粘贴上去 然后保存 好添加成功 然后我们进行第二个 点击小笔 然后来到这里 我们点击 它就会自动复制 然后同样 后面一定要留有个 豆号 英文的豆号 好 粘贴上去 好 保存 好 当然这两个 显示 保存成功了 我们回到我们 Cloudflare 点击 立即检查 名称服务器 然后呢 我们点击继续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退回去 回到我们的域名 在这个时候呢 就等待它的生效 基本上呢 它说是24小时 但基本上 几十分钟 或者几分钟就可以了 看 具体情况 好了 只要等待它变成有效 那我们的域名就可以使用了 我们的域名呢 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 小伙伴如果想搭建博客 或者搭建像我这种导航栏的 在我们的博客 都有这个相关教程 小伴 点击更多的博客 这里呢 都有这个相关教程 像保姆级的教程 教你搭站 或者搭博客 都可以 或者呢 我也会把链接放在这里 小伴 注射完我们的域名之后呢 就可以利用这些域名 去搭建我们个人专属的 免费博客 和这个导航栏 好了 我们本期的视频呢 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有需要的小伴就不要错过来 小伴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或者更好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进行这个留言 看到的话呢 都会一一回复的 感谢小伴的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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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